在配合日突然爆出成員Lisa遭到經紀人詐騙 消息一出嚇壞大票網友粉絲 故事隨後也發表官方立場證實了此傳聞 根據還沒報導從出道前就和Lisa非常熟悉 一直以來長期合作的經紀人 利用幫Lisa打聽房地產的名義 像她收了10億巨款卻將這筆錢都拿去賭博 身為外國人的Lisa從小就離鄉背景到韓國發展 對於金錢概念較難以掌握 在得知遭到詐騙後感到難過的同時 也怕傳出去會令團體形象受損 YG對此回應由於是曾經信任的經紀人 所以會根據Lisa本人的意願 希望事情可以圓滿解決 而該名經紀人已經償還了部分金額 剩下部分會協議還款計畫 目前已經離職 似乎是不打算對此提告 粉絲們也相當心疼 直呼前經紀人太沒良心 希望Lisa不會留下陰影 並喊話YG能出面處理保護好旗下藝人 為此 burn 歡迎